金友庄侠女赚钱,高凌峰看塔为许墓园 所谓女大十八变,高凌峰和前妻金友庄的女儿阿宝十八岁了自是多变 她昨天跟妈妈去录影,在后台静静待着的模样清秀可人 哎呦,殊不知演艺圈残酷的魔力也在等着她呢 等下通告散场,半仙张维中跟金友庄瞧了半天,决定不搭闭眼车了 旁边这个破网袜,飞载头,貌似小针的女子,就是三小时前还清秀可人的阿宝啊 我嘞,三小时前还清秀可人的阿宝,看来也一脚踏入了演艺圈这条不归路呢 等下说到不归路,妈妈金友庄驱车到南港临停下车,行色匆匆不知道要干嘛 终于决定要过马路了,突然,呃,超危险的啦,被这辆通道会死掉呢 哎呀,友庄姐拉着一个小妹过街后,就这样翻起了别人的车后座 整个行径在夜晚看来,十足江阳大道飞呢 哎呀,金友庄不急着送女儿回朝,带着她到处 买东西,下了通告在外兜风两个小时,直到九点才回到高凌峰的住处 离癌的高凌峰其实挺自立自强的,当天下午冲出了安坑的窝,一路冲冲冲,杀到了戏纸 而来到了这个附近山壮找民俗疗法的师傅,她今天告诉了苹果,现在她的心态是掩耳盗铃 不去西医那艳指数,只接受民俗疗法,甚至阿姨去看过了善导寺的塔位,那有捷运方便儿女去看她 她也考虑了有山有海的福田庙国,因为宁敏然在那,邓丽君的云远也在